各位家长大家好 今天邀请了凯莉妈咪 访问凯莉现在这段时间 在Sociar的课堂学习 态度如何 喜不喜欢我的课堂 和成绩上有没有进步 交给你凯莉妈咪分享一下 凯莉上了课堂 大约两个多月 她都很喜欢上Sociar的课堂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每次我都可以听到 在做自己的事 她在房间上Sociar的课堂 但我经常听到 她在房间中有笑声 很开心 因为平时 如果有其他部门的补习 老师上来跟她的补习 就没有声音 只能讲一些文字 或是怎样做 怎样串 但她在这里是很开心的 而且 不是在打机 反而我会在厅里大声 你有没有童心听书的 还有她笑得那么开心 她就说 有 正在上课 她会这样回答我 而且她今次数学的评估 都进步了很多 因为平时只有七十多分 今次大大进步 有九十多分 所以老师都说 她进步很大 其实可以拿到一百分 但真的不小心 就是这样 所以都很感谢苏sir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她态度上其实很好很多 因为她交的功课都很自觉 还有很整齐 她之前会不会这样的呢 其实她平时做功课都可以 自己来的 但是有时候会拖得慢一点 可能就是… 补习功课会不会那么愿意做的呢 补习功课就是你那些 她真的准时的 就是她自动自觉的 请上来的那些 她真的没有做那些 不展示她 是的 那时候跟她一对一的上堂 她真的有听老师说话的 但是叫她做一篇作文 她真的没有做到的 那位老师不断WhatsApp 我叫KTV快做回 但是她就没有了 那你那些她就自己来 有WhatsApp给你 我有奖品 她喜欢我的麦当劳 她有啊 她有说我现在有几张啊 这样去的 是的 那其实我们那些大人好 学生好 做了一些事都有奖励 其实真的很重要的 是 有个目标去追 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 都会论功恒赏 去令到小朋友做得多 那我们要多些赞赏和奖励 好 多谢KTV妈妈的分享 好 别客气 拜拜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